新疆流行病学的调查 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流调人员 和我们相关的这些 比如信息技术这些人员 一起运用大数据的信息技术 并且通过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筛查 应该说我们已经对所有的这些人员 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的检测和流调 所有的这些核酸检测阳性的 包括直接的密接人员 以及间接的密接人员 或许我们说是四类人员 现在我们扩大到五类 就是把密接的密接 也纳入到我们流调的范围 并且进行了集中的合理医学观察 应该说所有的这些重点群群 都已经纳入到了我们的 基本上都纳入到了我们的 这个流调的范围当中来 并且已经进行了有效的 一个合理医学观察 那么关于疏远的问题呢 现在我们就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包括病毒的分离培养 以及核酸的基因测序 那么这方面的结果出来以后呢 我们会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进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